規則清掉,記得不是從油漆桶填一個無填滿 無填滿它不會理你 所以記得乾脆從這邊好了 清除整張工作表的規則 有沒有它就清掉了 當然你Ctrl D一下 如果假設你不要用那個方法 另外管理規則這邊也有 這個把它刪掉 按確定也會把它清掉 所以特別注意 你如果要把那個剛剛的格式移除的話 不能夠從那個就是常用的油漆桶清除 一定要從規則裡面去把它移除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我希望把今天做的這些事情 把它變成一個自動化的流程 所以剛剛我們這邊產生總共B到1 我要做個清除好了 假設我要寫一個清除 然後如果上面有個按鈕叫樂透彩 我按下它 這四個欄位的資料又重新恢復了 那也就是說如果假設你們將來工作裡面 有需要每天資料更新之後 你又希望重新讓它run一下 重新把資料跑出來的話 那我們可以這樣先把它清掉 資料更新了 OK 那我們再按一下 它資料又過來了 那就馬上又有新的排名了 那我就可以把這些排名 重新再讓它格式化 所以這兩個是一組的 就是一個是清掉 有沒有 一個是把B到D欄 讓它又產生回來 有沒有這樣子 那另外的話 底下這兩個一組 這兩個一組 格式化就是剛剛我們做的這個動作 只是說差別是把它變成VBA的程式 按下去 有沒有 它結果就不一樣 其實結果一樣 就是當一欄裡面的條件 是小於等於7的話 就幫我把它同一列的那個A欄 底色變成黃色 OK 只是說呢 這個地方我們是用VBA寫的 一樣有個格式化清楚 就是再把它恢復回原來沒有顏色的狀態 OK 不過啦 如果這個格式化其實已經算是還蠻不錯了 至少可以讓你知道說 哪些號碼的機率是最高的 可是喔 畢竟還是有一點不方便 什麼地方 就是說你變成你要捲動那個有沒有滾輪 我們才能看到到底哪一些號碼是機率最高的 所以喔 當然後面就有同學會提出一個問題說 老師那你可不可以幫我改成 不要格式化 而是直接把這些號碼 直接就幫我把它複製到另外產生一個欄 比如這一欄上面 就是給它一個欄位名稱叫做前7名 那我直接把這些 只要是排名是小於等於7的 就幫我把它複製到這邊來 OK有沒有 就是把它裡面的資料號碼 直接放到前7名的那一欄裡面去 這樣一個清單就更清楚 所以以後啦 乾脆直接告訴我哪些知道就好啦 細節我不想知道嘛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所以喔 這兩個一組這個按下去 自動把底下是小於等於7的就列在這裡 然後一個是清除啦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待會的話呢 我們總共有7個按鈕 那也就是說7個SOP 分別把它完成 那其實看起來有點難度啦 但是其實也程式不多 大概頂多都是幾行 剩下就是不要打錯啦 打到打的位置對的話 其實就OK了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組一組來看好了 所以喔 這兩個一組嘛 我們先看這兩個 再看這兩個 那其實這個前期名是拿上面這個來改的 其實這個會寫 這個應該也會寫啦 所以其實沒有說很複雜 反正都是有延續性的 那首先呢 要怎麼樣寫這六個按鈕 第一個一樣啊 先到開發人員 這個前面講過嘛 有沒有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你要自己寫 不是用錄的喔 錄的是 你要怎麼樣 把步驟先彩排然後再錄 可是這個地方我們不是用錄的 我們就乾脆自己寫好了 因為其實沒有太複雜 所以接下來要怎麼樣把 這部的按鈕給寫出來 我們直接按一下Visual Basic 接下來的話 你會跳出這個Visual Basic畫面 那我先把什麼 你剛才我先把這個 這個裡面的程式先清掉 這個是已經寫好了 有沒有看到 我是把它放在Module 1裡面 然後把這個Module 1 先把它移掉了 假設跟各位一樣 這邊沒有東西 也就是你們假設 完全是空的 第一步的話 記得 先開啟這個Visual Basic 第二步的話 記得在這個Visual Basic的 這個地方 這個到專案總管 上面任何的地方都可以 按右鍵 它會跳出一個叫什麼 插入模組啦 反正以後呢 如果你要寫那個VBA的程式 你記得啦 反正就寫在模組就OK了 當然別的地方可以寫 不過暫時你不知道沒關係 因為 99%寫在模組都對 OK 不然你就先記模組 插入模組 第一個 有沒有 先開這個開發人員 然後Visual Basic 然後在這個上方任何地方都可以 反正就是這個區塊 按右鍵 按插入模組 所以這個記得啦 以後寫程式就這樣 123 OK 不要做錯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就把程式寫上去 所以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那模組的部分 其實對應的關係就是 一個按鈕 就是一個sub 所以如果假設我要先寫 我是覺得先寫清除好像比較簡單 所以如果要寫清除就打一個sub 空一格 那這邊的話就給名稱 名稱的話就是 跟那個按鈕上面名稱一樣 所以打一個清除好了 OK sub空一格清除 好 這樣就OK了啦 記得哦 sub空一格清除 Enter 那你Enter之後的話呢 它會自動幫你加刮弧 後面的刮弧 跟Enter sub 那意思就是說 你把程式寫在這裡 那再來我們要清除這個範圍的資料怎麼清 所以清除的話 首先呢 因為它 必須要從第二列 一直清到Ctrl向下 一直清到43列 所以一般習慣是先告訴它說 你的列要從哪一列開始 就是那列的部分呢 就是因為不斷會需要重複嘛 所以寫一個for圍圈 for i 指的是列 等於第二列 到 到的話是處 43 Enter兩下打一個NAS 那這個指的就是說 Ponger產生2 NAS下一個 下一個就3 下一個就4 意思類推 也就是這個i的值 它會在2到43之間改變 OK 那底下其實為什麼需要改變 因為我們需要跟它講 哪一個儲存格 儲存格就Sales 哪一個儲存格 儲存格的第幾列 第i列 哪一欄 我要清除的應該就是這個叫B欄 所以你就跟它講 雙引號B 後雙引號 那清除的話就等於兩個雙引號 這樣就清除了 所以如果你假設寫完這樣的一個敘述 並且把它執行的話 那這邊的公司就不見了 也就從這邊會幫你清 清到哪裡清到這裡 所以啦 目前我是不建議你直接執行 為什麼 因為你一執行之後 我按F8 我不要一下 一下執行它太快了 我按F8組一個執行 你會發現 i現在等於2 所以這樣串起來就變B2 值得是這一個 丟一個這個叫清除 空置串嘛 丟進來給它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看到 這邊的公式不見了 那下一個 NAS之後的話 i就加1 變3 所以這個做B3 B3的話就下一個清除了 有沒有 所以你一直往下清除 它就一個清掉 可是問題 我希望清的不是只有B 我希望CDE也清的話 那怎麼辦 我這把他補回來好了 因為這樣有沒有 向上填滿一下 因為等一下 清掉的話 我等一下還需要做那個 複製公式的動作 所以底下 除了B之外 還有CDE嘛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先停止 然後 這邊複製貼 複製貼 因為總共我會需要清除 有幾個欄位啊 四個欄位嘛 所以你把這個貼上之後的話 這邊改成C D 這邊改成D 這邊改成E CDE OK 那這樣的話呢 你按下執行 理論上這些資料都不見了 不過我不建議你現在執行 因為你執行資料不見了 我們其實等一下會需要 這上面的公式 放哪裡 所以再來的話 請你把這個Sub 到N-Sub 複製一下 做什麼呢 貼到底下 不是一個了嗎 其實我是需要做這個樂透彩 所以把這個名稱改叫樂透彩 那你說那個樂透彩裡面 為什麼要拿清除來改 其實跟各位講一下 樂透彩跟清除最大的差別 是清除裡面是空的 樂透彩裡面 是需要公式 所以待會需要做什麼事呢 請你把B2的公式 複製到這裡 C2的公式複製到這裡 怎麼複製 所以我們要選擇 1 2 選它 複製 3 取消 1 2 3 3就取消 4的話呢 再切到VideoBasic 把它貼上去就可以了 所以會有4個 所以 待會的話 可能要做4次 1 B欄 把它選起來 複製 取消 再切過來 這邊一樣 所以這邊 複製 取消 切過來 貼一下 然後這邊一樣 這個動作比較機械啦 取消 然後切過來 把它貼上 好 那理論上 清除跟樂透彩應該OK啦 所以其實清除寫完之後 下一個步驟就把清除 把它貼過來 然後呢 直接把公式貼進來 記得不要貼錯喔 OK 那貼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亂了啦 所以把它清掉 清這個應該可以清了 你會發現 這邊不見了 所有資料都空空的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在執行這個 樂透彩執行一下 有沒有東西 有 不過你會發現奇怪的 這邊好像有點怪怪的 為什麼 所有排名都第一名 而且所有的合計也一樣 為什麼 因為我們其實是把公式丟過來 但是每一個都長一樣 所以 你說為什麼會不改變 其實很簡單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們理論上應該是 把它向下填滿的時候 應該要把這個什麼 這邊的A2 把它向下一個 應該要變成A3 這個要變成A4 它才會變動嘛 可是我剛剛輸出的公式有沒有看到 貼過來 其實我並沒有改 它一樣是A2 這邊一樣是A2 有沒有 這邊一樣是B2 C2 這個一樣是D 所以下一步的話呢 最重要就是要把什麼 把這個2的部分 改成I 改成I 那你不能把I的變數直接放進來 因為它是一個完整的文字串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把I放進來 可能要記個口訣 1 請你把2選起來 A2的2有沒有 2的話呢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雙引號兩個什麼意思 就是把這個文字先切開來 它已經變兩個 怎麼把它串進來 必須要加M的符號 M的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了 那I的話呢 這個時候就被串在兩個文字中間了 那特別注意 VBA裡面 它的M的前後 一定要加空白 這個一定要加 如果沒加它會出錯 OK 以Sale裡面公式好像不用 不過因為規則不同 你可能要記一下 所以有一樣的方式 那這個2也要 所以要記得 這可能 這個口訣 就是把2選起來 算號兩個 移到中間 M的兩個 移到中間 加一個I 然後呢 把M的前後呢 加空白 這樣子 那其實 這個道理其實是 就是把那個文字切開來 放個變數進去 所以這邊也是一樣 所以總共有 1 2 3 4 5個 OK 算號兩個 移到中間 M的兩個 移到中間 加一個I 這個多練習幾遍 應該就熟了 這個也一樣 二選起來 有沒有 然後呢 算號兩個 移到中間 M的兩個 兩個就好了 不要多也不要少 加一個I 這個 最後這一個 總共有五個 好 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把它弄一下 結果應該就OK了 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底下的這個公式 就符合我們要的 所以喔 請各位試試看 把清除 跟 樂透彩 試著完成 那可能比較會有問題的 應該是 這個地方 我的串接 這個可能多練習了 應該久了就慢慢熟悉了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記得喔 第一個開發人員 第二個的話 就是Visual Basque 然後記得在專案總管上面 按右鍵 然後插入一個模組 OK 那剛剛那一串程式喔 如果你來不及記的話 雲端白板上面 也有啦 雲端白板上面 應該是在第四頁的地方 雲端白板上面 就是... 蛇 牠 在那邊 辣椒 辣椒 陸椒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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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餅乾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